这是我手机里2022年的第一张照片 拍摄于1月1号 我们刚刚租下来新的工作室 租下这个工作室之前 我们每天工作以及拍摄视频的地方 是在我们的咖啡工厂的培训室 租下之后 我们已经做好了2022年的一个大致的计划和方向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 我们在布置工作室的时候 当时心里边是多么的兴奋 对新的一年充满了希望 所以整个1月份 我们都沉浸在这种做好准备 为新的一年到来之后 努力工作 多多拍出一些好的咖啡视频 这样一种状态 这是刚搬到新工作室 看到窗外的很认真的刷玻璃的大哥 可以看得出大哥脸上的那种认真的神态 以及开心的状态 所以说当时特意拍了照 今天这期视频是我整个年度的一个总结 我会在手机里边从1月份到12月份 每个月找出一些照片和视频 做一个不一样的年度总结 接下来就到了2月份 2022年的2月份 我打算用农历的新年去一趟泰国 计划去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里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规划 拍摄一些咖啡探电视频的同时 再走访一些当地的朋友 1月30号我抵达了泰国的普吉岛 当时泰国还没有完全开放 最初想落地曼谷 是因为机票多而且便宜 但是当时的政策 如果我落地曼谷需要7天的隔离 所以就选择落地在了普吉岛 不需要隔离 在普吉岛待够7天 就能去下一个目的地 于是整个2月份 我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 那就是浪 我陆续飞了普吉 曼谷 清迈 清来 年初的泰国视频 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 可以往前翻翻看 我们泰国系列的视频 原本打算一个月拍 4-5期的 为咖啡去旅行 这个系列的视频 就可以准备回国了 可就在回国前的隔离酒店里 核酸检测的阳性 给了我当头一棒 得 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了 根据当时大使馆的规定 阳性人员回国需要达到的标准 转移之后 需要去扫X框 再过两个月的时间的间隔期 才能回国 于是在接下来的3-4-5月 我便过上了在泰国旅居的生活 当时我就在想 这三个月的时间 那我能足足把整个泰国深度走一遍了 但是还是怕万一再阳一次 我怕今年一年都回不来了 于是我就选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在曼谷老老实实待着 哪也不去了 在接下来的内容 我会用简单的图片视频 来概括一下我的这几个月 这些内容是我之前的Vlog里面 没有出现过的 只不过是在我整个回顾的过程中 我能够在脑海里立马就能闪现出来的画面 回顾整个旅居的过程 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吃的 青木瓜沙拉 烤鱼 各种小吃 满街的水果 全国各地的地摊经济 那交通上随处可见的小秃秃车 以及到处穿梭的天铁车 饱和度极高的出租车 各种不同颜色的房子 建筑 各种寺庙 泰国文化上的自由奔放 也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游客 各种的肤色和语言 也使得泰国人比较热情 这个小姐姐是我在逛夜市的时候 看到她的摊位上卖的全是虫子类的 所以说我就拍了照 她也镜头感十足的就直接比了夜 还有这个我把相机架起来拍岩石 后来翻素材才看到一个老奶奶 对着镜头打招呼祈福 这可能因为是旅游国家 他们见到全世界各地的人多了 或者是他们天生的镜头感 我之前看到别人的镜头 还是有点会躲开的 那这一点也影响到了我 现在看到镜头 也会主动的去笑着比个夜 泰国是一个汽车右驾的国家 我竟然在路边看到了一辆左驾的车 所以说当时很好奇就拍了下来 也不知道这辆车是不是能正常开上路的 这个小哥我一直想感谢他 那就在频道里边感谢吧 当时我去移民局去签证 他是我在中午吃饭的时候 餐厅里边认识的一个小哥 我当时好像忘记带纸质的签证了 而且我排号的类型也排错了 导致我又重新排号 号码就非常靠后了 本来以为那天签证续不上了 他跑过来跟我说耐心的等着 今天所有排的号都会处理完才下班 因为也比较晚了 他还特意跑过来送了我一罐吃的 当时真的是非常感动 那天续完签证真的是心情大好 回去的天铁上 感觉整个天空都在对我笑 离开泰国前的半个月 我就做了一个大致的计划 用这段时间把没有走过的 曼谷的区域走一遍 所以说当时基本上 每天白天都是暴走模式 走大街串小巷 走到哪拍到哪 但是大部分都没有在Vlog里边放 在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之后 离开前的思绪是复杂的 依依不舍的 甚至是忐忑的 在短短旅居的那几个月 让我自己的精神世界丰富了好多 我从一个旅居的第三视角 看到当地人的状态 他们工作的不紧不慢的松弛感 大手大脚的工作方式 以及放纵洒脱的生活方式 但是对待一件事情 又坚持执着的态度 让我从中收获到了很多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个词 叫自足常乐 所以在路上经历过的这一切 他都会伴随着自己的人生 一直影响着自己 这是工作室里的一棵发财树 刚租下的时候是绿油油的 很茂盛 解封了之后 变成了这样子 当时我就意识到 2022年 想发财是不可能了 能活下来就好 事实也证明了这么一点 如果封控再多一个月 我估计我们就要搬出 新租的工作室了 好在在我回国隔离的 那个月里 跟几个咖啡品牌 做了几次团购 以及后来又做了几次 联名的咖啡 有很多看我们频道的 小伙伴们的支持 才度过了整个上半年的空创期 在这里非常感谢当时大家的支持 在2022年初 我定下了一个目标 全网粉丝要突破100万 一年过去了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 这个目标没有实现 我意识到 我所在的锤类内容的定位 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 除非我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内容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在咖啡这个领域 回国后的下半年 我思考了挺久 决定做一个新的咖啡品牌 一来是对自己从业10年 做一个总结 二来也是做4年自媒体之后的 又一个新的目标 所以及时的调整方向和目标 也是在今年做出的一个重大的改变 这也是我之前没有计划 以及没有预料到的 于是在我的主页 我也把自己的一段介绍 加了一小段 希望今后给大家带来有用的视频的同时 也用实际的产品跟大家建立连接 至于为什么是农产品品牌 是因为咖啡它本身就是农产品 本质上跟我们吃的小麦 大米没什么区别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朴实 质朴的工作 我也希望我们能提供给大家的农产品 能让大家满意 这就是我的整个2022年 我相信2022年给了我们所有人当头一棒 也包括我自己 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态 事业计划 甚至还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 但是我竟然是如此的幸运 公司没有倒闭 有了新的品牌 又定下了一个新的目标 回头看2022年仿佛经历的不是一年 而是好多好多年 它让我们很多人伤心难过 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要感谢这个 不想再有一次的2022 而现在此刻已经是2023年了 那就让我们一起重新整理思绪出发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